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它的官方网站 并且它的一些Facebook 它的一些平台 包括它的一些介绍 来带大家来了解这个区块链项目 那YF1它现在的预售情况 我们可以从这里查看到 它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的预售 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 那第二阶段的预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供应量是2500个YF1 那一个YFO的价格是0.13ETH 它的最小投资购买是一个YFO 也就是0.13ETH 它的最大的购买量是100个YFO 也就是13个ETH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第三个阶段的预售正在调整中 正在调整并且规划中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它的供应量以及价格 还有它的销售的额度的一个细节 如果您想要去购买它们的预售呢 你们就可以在这里去查看更多的信息 来帮助你们了解它们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在去中心化世界的 去中心化的金融产品 那在这里呢我们点击是可以加入到它的一个电报群 去分享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这里去询问 去寻找帮你解答的人 这是它的一个产品 去中心化的钱包 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 以及去中心化的交换 投注 以及它们的一些应用 在一些其他领域的应用程序 也就是它们开发的应用程序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 并且值得大家的期待的 一个是基于DEX的发展 第二个呢是去中心化的保险申请 以及投注平台 这边可以看到是加密货币钱包的一个应用程序 以DVI为基础的接待平台 关于YFO代币的信息在这里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 包括它的智能合同 名称 简写 它的基于代币 它的一个价格 始于的价格 供应量 我们在这里都可以看到 它的代币分配也是非常的有趣 40%是用于预售 5%用于它的流动池 10%用于投注 同样的20%是用来发展 在市场营销运营 以及空投这里占了15% 在团队的运营中占10% 当然了这个10%会锁定在5个月 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它 我们最好是看一下它的路线图 了解下它未来的规划与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在2021年的1月 它将会在一个投注平台上市 同样的将会拓宽发展它的网络 以及上市更多的CMC交易所 在2021年的2月 它将会去上市 它的交换平台 以及第二个市场 第二个推销的运动活动 包括YFI One的开发与规划 在2021年的3月到4月 它将会启动滴滴钱包的开发 启动借贷路线图更新等 这边呢可以看到它的官方上市的一些平台 Uniswap CornTiger 以及OneEach等 都是一些非常非常 值得期待的一些交易所 这是它的一个网页信息 我们刚才也已经查看到它的一个预售的信息 在这里呢也可以查看它的白皮书 也就是white paper 在这里呢你可以了解到所有关于它的信息 团队的信息 包括到底YFI One 它的个人的定义 以及它的发展 包括它的愿景等 在News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到它的Facebook 或者是Twitter 查看它的一个在社交平台上的官方账号信息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是直接点击关注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会查看到最新的消息 关于它们的上市信息 包括它们的预售情况 那这里有一篇文章 关于YFI One的一个介绍 叫Introduction about YFI One 我们可以一起来查看一下 这篇文章呢是主要关于YFI One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什么是YFI One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那在这里呢你是可以找到关于它们的项目的答案的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金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金融应用生态系统 建立在区块链网络之上 那这里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呢 它说它是一个社区去动的DFI项目 区块链项目 在建立去中心化的产品 它的目的是产生真正的区块链的价值 以改善YFI One的一个生态系统 它的愿景与目标 建立一个在生态系统中构建大量的DFI 并以最好的开源项目 建立伙伴和欢喜 使其他都能使用我们的代币 以下呢 刚才在它的官方网页上 我们有给你介绍过 它将应用于许多的领域 这些领域呢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代币YFO 投注平台以及交换平台 借贷平台等保险申请等 那为什么要选择YFI One 在这里它也会给你有一个解答 以下呢 是关于它的团队信息 Who are we 我们是谁 我们是一个团队 在许多不同的区块链部门的开发商和投资者 我们有丰富的经验建设长期的项目 因为我们的许多区块链项目工作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良好的关系 区块链社区和项目 许多朋友和开发商一直都非常的去支持我们 并加入我们 因为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分支的几个开源项目 同样的 他们也欢迎大家的加入 有更多有经验的人去加入到他们 一起创建他们的区块链项目 这是一个关于YFI One的一个简介介绍 那这就是所有的关于YFI One的信息 我们基本上已经了解了 我相信大家看完他们的网页一定会再次的去浏览 去关注他们 并参与到他们的预售活动 因为我觉得这个网页是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 这个项目是非常的不错的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